剩下 放下去 聽到這筍子切除的食物 就能知道筍子真的不錯吃 這也是國際鄉路民的母親 利用駕駛作肥在冠天鎖 種出來滿的筍 當用所謂的有機的方式 用牛奶加上所謂活菌 種起來竹筍它特別的嫩 而且特別的甜 這個問題冠天比較不會紅 比較白 吃粉粉 切切 你放肥仔的筍子滾起來紅紅 涼涼 現在這個比較薄 這樣比較好 不一樣 這筍雖然一年輸全都有 不過為親民坐後到五日坐 這筍子真的大出的時間三樓也最多 其中當天的筍子在了拍照過 三樓多以外 價值算是最好的 在母親表示大出的時候 價值一斤七百塊都有 但是冠天的筍子一斤就百多塊了 冠天一公斤 比較好幾百 那夏天 8公斤 一公斤 大概七塊 七塊 如果湯船 多少 湯船大概六塊 五塊 夏天一分多 我沒有夏天 紅苔來 掃的就沒有了 紅苔 紅苔 台風來 掃的 夏天 如果冠天超過 冠天超過 超過多少 超過多少 現在在國企鄉今晚 在筍子的農民是越來越糟 因為比較需要路人 所以很多年輕人都不願意回去盡孫了 不但沒有很好的學生 對傳奇 相互不一樣的想法 未來也希望將筍子調校有機來生產 爸爸年紀也大了 所以回來的時候 我想說在 這方面 超像有機的方面來 從事 以市場供應量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 馬祖筍的市場供應量 其實市場是不足的 所以它的獲利 會比以前 老一輩的從事 獲利高很多 這在冠天新山的麻地順 雖然山兩舊 但是價值很好 台北兄表示 價值很高 但是常常都賣不夠 記者真心 倉佈多